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自己大作的平价时 却猝不及防的被男人婆小玉学姐偷袭 上来就是一拳头 这哥们当时就懵逼了 原来小玉是来兴师问罪的 她的好闺蜜小曼 刚刚被阿伟的恶作剧下进了医院 这时,阿良老师从桌子底下冒了出来 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 对两人各打二十大板 让小玉暂时辞去了俱乐部主席的职务 而男主也被禁止在本学期 使用俱乐部的摄影器材 晚上,阿伟一边翻看着男人婆的微博 一边打电话给扮鬼的女生小娜 详细询问了背下学姐小曼当天的情形 据小娜回忆 学姐当时的确显得非常害怕 她自己也都对小曼被吓的样子感到惊讶 挂掉电话后 男主找到小曼那个视频反复观看 镜子里确实有些异样 有什么东西一眨过 于是,她放慢速度后终于看出 镜中映出 厕所阁家的门里有个女生 小曼其实是被这个吓到的 第二天 男主就带着自己的新发现去找阿良老师 想为自己辩解 向小曼学姐入院的罪魁祸首 是厕所里的女鬼 而非自己的恶作剧 但老师以画面模糊为由 打发她回去上课了 男主走后才发现 自己的优盘落在了俱乐部 折回时正好看到 老师正举止暧昧的安慰着小曼学姐 莫非老师 她悄无声息的离开了 男主特意等小曼放学 想与她当面对峙 学姐你在厕所里遇到的是真鬼 并不是我找人假扮的鬼吓了你 对不对 小曼私存了一下 然后失口否认 阿伟便掏出手机想放视频给她看 不料 却被男人婆一把推开 男主实在不甘心 于是 她拜托小娜再次把摄像头安在了老地方 然后将信号连到自家的电脑上 她决心一定要拍到鬼 到家后 阿伟就一直守在电脑旁 在将近凌晨一点的时候 她终于补出到一个女孩走进隔间的画面 过了一会儿 隔间门打开了 但是在此期间并没有她走出隔间的画面 与此同时 阿良老师也在办公室 查看着男主白天证明厕所有鬼的视频 次日一大早 阿伟就悄悄摸进女厕最里面的隔间 隔间的墙壁上写着小曼学姐的名字 左边有个用修改叶涂成的白色头星 她正想用肢解刮开 就传来了一阵开门的声音 她心虚的赶紧蹲上了马桶 这时 门缝处竟然渗出了浓稠的暗红色液体 缓缓垂下了玉璃头发 接着 外力在不停的拽门 男主紧张极了 生怕门被撞开 但过了一会儿声音又突然消失了 一切恢复如初 她捏手捏脚的从马桶上下来 趴在地上向外望去 傻也目有 她刚要松口气 就听到一阵吁吁声 余光所及 有个女生就坐在她身后的马桶上 此时的她 眼被吓得魂飞魄散 不顾一切地冲出厕所 被前来如厕的女生撞到 这下男主可摊上事了 他和老师被一同叫做校长室训话 虽然阿良一直气得说情 但阿伟还是背上了休学的处罪 最后校长意味深长地警告梁老师 你应该知道 类似的事情之前已经发生过了 是什么事呢 男主虽然心情郁满 但他更好奇以前发生过什么事 经过一番搜索 他顺藤摸瓜地找到了 前校花小丽学姐的博客 上面有很多小丽与小曼的合友 于是 他试探地给小曼留言 询问他在厕所看到的鬼 是否就是小丽学姐 次日 男人婆和小曼一起找到男主 阿伟可怜巴巴地求学姐告诉他真相 小曼经不起他的软磨硬泡 对他说 小丽学姐曾是拉拉队的队长 与自己关系很好 但自从他入厕的视频流出后 小丽不堪舆论的压力 在学校的厕所搁腕自杀了 之后 阿伟又在网上找到了小丽学姐入厕的视频 这时 小娜打来电话 说在内存卡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让他看一下 男主打开视频 原来那天早上 阿梁老师也曾进过你厕所 他当即与小曼学姐的俱乐部见面 说自己已经查出了偷拍的人 果然 梁老师还在俱乐部 男主拿出手机 认定老师就是拍摄小丽入厕视频的人 看来 这是个衣冠禽兽啊 男主举着刀子录下视频 逼梁老师承认偷拍的事实 这时 小玉和小曼赶到 小曼告诉男主 阿梁老师 其实是小丽学姐的亲哥哥 绝对不可能是偷拍的人 原来老师进入女厕 只是想与妹妹相见而已 男主认了命 厌其戏谷不想再追查了 但小丽学姐的视频 却三番五次删不掉 仿佛在暗示他打开 于是 他重新打开观看 这次果然有了新的发现 他注意到那时的视频里 厕所阁家的墙壁上 并没有修正业的痕迹 于是 周六一大早 男主就约了小曼学姐来到女厕 说是为小丽学姐超度 请她安息 这次 小曼又叫上了男人婆一同前往 可两人刚进厕所 就后人见到镜面上有行写字 你为什么要拍视频 接着 门被猛的关上了 小曼瞎得不敢动她 小玉则拼命地砸门 紧接着 小丽自杀的那个隔间门 不停地晃动起来 并传来了小丽学姐的喊叫 为什么要偷拍我 小曼瞎得瘫软在地 小玉连忙跑过去扶住她 可那个声音却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小曼瞎得大声尖叫 双手合十 不停求饶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让事情这样的 没想到你会自杀 这时 声音消失了 从厕所走出的人 其实是小娜 她拿着录音设备 男主随之也走进了女厕 她对小曼说 我想到了 偷拍小丽视频的人就是你 原来 阿伟瓜在修正夜后发现 下面是小丽学姐的名字 故而推测小曼为了争夺校花之名 对小丽痛下黑手 所以才有了刚才那场戏 但小曼却否认是自己偷拍的 她只承认自己确实想让学姐减分 她转发了那条独厕视频 为了保护闺蜜 男人婆再次扑向阿伟 刚想发飙 却发现 镜珠小丽的鬼魂真的出现了 她是前来寻仇的 但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小丽的鬼魂 只能看到小丽莫名其妙的双手挥舞 不停告扰 原来 男人婆深爱的小曼 为了让小曼获胜 她偷偷在小丽经常使用的厕所隔间中 安装了摄像头 把她如厕的视频拍了后发到网上 果然视频流出后 小曼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如愿当选了校花 可小丽却不堪受辱 狠狠自杀 男人婆这么做实在太缺德 但她对小曼的爱是真的 得知真相后 阿伟同情地掺起小玉 但就在此时 小玉的脸竟然变成了小丽 吓得男主慌忙推开 却不想拥离过忙 小玉的头撞向了墙面 倒在了雪坡之中 这一切都被男主自己安装的摄像头 记录了下来 想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 成为万众瞩目的小姐 本是人之常行 若想赢得胜利 就努力提升自己 堂堂正正的公平竞争 即便输了 也输得光明正大 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爱一个人也是如此 应用积极正面的方法去帮助她 用下三滥手段 伤害别人的人 不断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 最终也会害人害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希望你们能在微信里 搜索我的公众号 与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偶尔帮我点点每天追踪视频文章里的图片广告 与哥拜谢 喜欢与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